原住民 露營區合法 原住民 露營區合法 高喊露營區要合法 原住民族露營休閒 暨文化觀光發展協會 十二號召集露營區業者 到監察院陳情 因為目前沒有露營區專法 只能到各個單位申請 但一向沒過就無法申請執照 甚至開罰上萬元 這讓業者大喊 吃不消 我們一個露營區 差不多二三十個營區 如果說能夠有個三成四成 一個禮拜賺個七千塊八千塊錢 你一下子要罰六萬塊 我們要賺多久才可以 原住民 露營區申請及管理 應該統一 而監察委員王恩師貝林 也出面了解族人的陳情內容 並且揭下陳情書 他表示族人使用元寶地 原民會應該要有明確規範 因此會再和原民會做溝通 我們使用這個土地 是不是在露營區的部分給我們一個比較 有一些可以依詢的一些相關的規定 主管機關的原住民委員會 應該也要多想一些方式 怎麼讓它合法使用 或者容許使用 那這個部分當然在陳情上 我們會針對這個部分來做 跟原住民委員會來做溝通的地方 另外瓦利士貝林提到 經營露營區還牽涉到稅捐環保土地油氣開發 行政院應該要有更好的政策規劃 讓露營業者有統一的申請窗口 原則新聞Nabodibruan台北市採訪報導 請給我看 好 好